西方主流媒体现在最关心的问题似乎是中国何时会破产 看看上周相关报道标题就知道了 公平地说这并非什么新鲜事 过去七年里每周都能看到至少一个关于中国的末日预言 一些媒体就是喜欢恨中国 或许因为这样能获得点击率 中国经济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只是别指望会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崩溃 如财富早报文章指出的 又一场虚假的中国危机席卷澳元市场 吓坏所有人 但似乎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 任何地方出现真正的金融困境 贬低中国经济 这几乎成了一种传统 上周告诉你们 这是个逢低买入的机会 自难以后市场一直在反弹 为何 只能说中国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强大 中国不仅比多数人意识到的要强大 还推动澳股上涨 提到中国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铁矿石 这种关键商品是澳中贸易关系的支柱 目前仅次于铁矿石的是锂矿石 在大约24个月的时间里 中国在锂矿石方面的支出增加25倍 最近出售的20个主要锂矿中 10个被中资收购 中国在北美 南美 非洲 甚至澳大利亚投入资金 以确保这些珍贵资源的安全 确保自己在这股锂矿热潮中 占有很大份额 目前澳主流媒体热衷炒作中国衰落 其中很多都是错误的 我敢保证 你不会从任何正常的财经媒体上 听到此类观点 这是因为他们仍然认为 中国正在沉沦 我敢肯定 一年后他们还会老掉重弹 所以别听信那些怀疑者的话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 澳大利亚更易受到中国经济影响 但迄今 商品市场并未提供中国经济衰退 即将来临的证据 西方媒体对中国经济的一连串悲观评论 反映了他们的担忧 但市场表现并不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正濒临雷曼兄弟时刻 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 一如既往的强劲 关注中国经济的咨询公司 Gavgo的首席执行官 路易斯盖夫撰文指出 西方关于中国经济下滑的评论声音 越来越大 但铁矿石价格已从去年10月的低点上涨50% 并在最近几周继续上扬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 最近撰文称 中国确实面临一些困难 但尚无迹象表明 这些困难会导致经济走向衰落 中国经济规模庞大 在全球制造业中具有竞争力 在能源转型的大部分环节处于领先地位 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中产消费者 和中国经济的韧性 被一些洋洋自得的崩溃预测者视而不见 一些评论认为 中国经济下滑对西方影响不大 但澳大利亚是个明显例外 对华出口 为澳带来20年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好